前两天有位男友给我互动给我发照片的时候 就说我在惠兰种下去大概有十天了 十多天了 他说花苞一直在生长 花苞在生长 看起来是浮盆了 当时我就跟他讲 你浮盆还很远 还有很远的一段路 现在还没有到浮盆的时候 现在还刚刚是跨过这个缓苗期 因为我们说中南花有三个阶段 第一个是缓苗 第二个是浮盆 第三个是成长 这三个阶段 十多天最多是刚刚度过缓苗期 他说那为什么这个花苞会生长 其实花苞生长的 这是很正常的 我手上有一颗惠兰的带花苞 下山的一颗惠兰 因为我有的时候这个时间来不及安排 所以这个南花一起有几棵吧 有四五棵吧 一直没有栽种 没有上棚 放在那个墙角角落头 那个阴凉的地方 地面上也比较湿 就放在那个地方呢 放了大概差不多有十五天了 可能有两个礼拜 准备今天再把它种上去 这种南花 之前我们讲过的话 像这种羹有点干苦 干掉的这种南花上层前 不要去泡水 不要去泡水 把那个石尿搞得稍微湿一点就行了 摘下去以后也不要浇水 不要浇丁根水 过几天以后慢慢的让它缓过劲了 再来浇 那么看一下这颗回来的花苞呢 当初下山的花苞就这么长 大概就这么长 现在的很长了 而且已经是小排林了 小排林就是已经脱去包衣的 脱去这个花苞的包衣 它生长所需要的这个养分呢 是全部是靠这个根部和这个老苗来供应的 所以说为什么这个根部容易干呢 就是它在无常的把这个水分和养分 来供应给它花苞 花苞它是关系到这个南花物种的一个繁衍 它很重要的 传宗接代的 简单说就是传宗接代的很重要的 所以在一颗南花上面所有部分 它们会不遗余力的 把这个能量供应给这个花苞 所以就算我 就算我这颗南花吧 我一直补上棚 我放在那个阴凉通风 那个角落头那个地上呢 它也会开花 一样会开花 但是花苞肯定会要差很多 花苞要差很多 它依然会开花 它会开花甚至于 甚至于啊 它还会结果 虽然没有受粉 结出来果没有用的 只要这个南柱 叶和根上面 和炉头上面的养分 没有全部消耗完 就会不遗余力的支持它 开花结果 这是一种植物的一种 物种的本性本能 这个呢 所以说呢 那个那位南友 他种了十天 十多天 那个慧兰的花苞开始生长 他说花苞长得又很高了 刚刚来之后 它这么点高 像长这么高 说浮盆了 其实这跟浮盆了 完全是没有关系的 还是要小心的管理 不要因为这个 看见花苞生长了 就以为浮盆了 就很大意 一些心机可能会来施肥了 还早得很 感谢观看 HAT